刘备领兵助手新野 刘表的手下蔡茂知道后召集将领商议 他担心刘备会趁机扩充实力 下令只能提供给刘备2000个人的军饷 不能超出分毫 这边刘奇一送刘备出城 在路上刘备感谢刘奇之前为他说话 刘奇却说自己早晚会死于蔡茂之手 刘备忙问为什么 刘奇说自己虽然是刘表长子 但生母早逝 刘表后来又娶了蔡氏为妻 生下次子刘从 刘表非常喜欢刘从 蔡氏和他的弟弟蔡茂 便一直劝说刘表立刘从为世子 而刘表的大部分兵马 都掌握在上乡军蔡茂的手里 刘奇担心蔡茂会暗杀自己 所以才郁郁寡欢 说到最后 刘奇请求刘备 在刘表面前多说说自己的好话 刘备答应下来 在说蔡氏知道刘备来荆州后 听说他手下有官张赵三元毛驾 急忙召见蔡茂 担心刘表死后 荆州会被刘备抢去 蔡茂表示自己早有计划 刘备翻不了天 蔡氏放下心来后 又说自己想让刘从当世子 让蔡茂看见刘备 也让刘备参与其内政 更不能让他和公子刘奇抱团 蔡茂奉命一句